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导塔儿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0年AMD深渊联赛中国赛区的比赛 E-Home对战IGBO3的第二场比赛 这场比赛在第一场比赛当中 E-Home是直接利用非常痛快的一场比赛打爆了IG 那么看看第二场比赛 IG在第四手居然还能够拿到虚空 然后第三手拿了一个卡师傅的风情 中单给蝴蝶效应拿出来的是一手莉娜 三号位GT的雪魔加上OA的五号位发条 E-Home是SCC的水人加上小毛的火猫 三号位查理斯的凤凰 查理斯 这个E-Home现在的BP思路 我怎么觉得E-Home的BP思路有点朝着秘密的方向 我想再发展啊 这是我把这个人拿出来以后 然后把这个最不想用的 最没人用的英雄丢给查理斯 丢给查理斯 秘密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拿人思路 就这个英雄反正前几手我都先瞎选 最后一手针对你一下 然后把针对的这个英雄 丢给对应针对的这个位置的选手和 选择对应的英雄 然后呢把没人要的英雄丢给在妹 或者丢给亚伯托尔去用 这个你看英雄就是这样 因为凤凰这个英雄其实并不是很适合打三 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这个英雄打中都比打三好使 要么你打四号位 要么打中单位 这个效果可能都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JT给了个啥玩意儿这是 什么意思这个技能给的 什么呀 哎这个是 我想想啊 我想我捋捋 我从头捋捋 我明白了 他刚才是没S注 詹姆斯绝活小小啊 对啊 但是凤凰这个英雄 詹姆斯打的也很好 就实际上现在就是别人都选完了以后 然后查理斯去拿一个没人要的英雄 我觉得查理斯 这个来了一号米后 跟之前的情况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啊 飞飞这个地方也是被对方一顿烧 一一一级的跳已经用过了 被对方直接把一个大药的血量打没了 BP手是姚 继承了上版本老干爹的风格 姚想当年大叔说要做全英雄攻略 每个英雄要做军事劣势优势三场比赛 呃 后来发现做不到 呃 因为这个素材想要一个英雄 优势军事劣势三种情况下都有用 而且这个英雄要覆盖到中单三二位大哥位不同的位置 还要覆盖到不同的打法 最好是在覆盖到同一个选手 这种情况可遇不可求 有的时候这个理想和现实当中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 想到这里刚一开始呢 是这个远程兵好像是没有被反补掉了呗 被反补掉的话 那么第一波兵升不到二级 需要等一下 火猫现在手里面并没有反补 要出现一个一级大二级了 待会儿 下路水人是乌一在保 乌一保水人的话很好保 因为前期这个乌一非利用自己的加血 帮这个水人非常高效地去回血 水人可以把自己的血量转得很低嘛 可以非常高效地去回血 感谢莫上新 莫上新这个字是没桑吗 莫上新桑大佬的比特拉 谢谢老板 大叔能不能每周稳定更新啊 我现在已经很稳定了呀 现在只是咱们这个第一视角的视频 点赞数增长的一般都比较缓慢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比赛插播的比较多 呃 目前就是已经传在i8店上面 然后B站这边还没有传的视频 应该是应该是有四个 应该是已经有四期视频 就这边B站现在还没有传 i8店那边已经有了的 而且我现在手里最少还捏着五个素材 没有录 所以这样时间比赛比较多 如果没有比赛的话 我应该基本可以保证给大家日更 除了周末 呃 或者是特定的一些时间以外 我基本上可以保证给大家日更 这边发条跟上来以后 找一下查理斯和小小 不过这两个人说实话打不过 这个小小这个时候过来去跟这两个人这么消耗的话 是打不过的 弹幕冲击这个一级的时候 没有齿轮 光靠一个弹幕冲击 欺负欺负脆皮还行 上路这俩人的血量稍微有点高 他这么上来的话并不是很划算 大叔你2019年11月5号发了个视频 没填坑 好的那么久远的坑了呀 那么久远的坑估计都风化了 没事儿 这边上路查理斯拿到一个一血 这被动晕出的 尴尬了 下路雪人这里是被对方打得很残的 不过好在是没死 虚空在上路追死了查理斯的凤凰 下路两个人对着这个水 对着这个水还是有些想法 但是人已经把自己的血量补满了 补满了就算了 还是尽可能的不要去空血 以后我们这边这些人尽可能的不要去空血 要不然的话下路比较空队友 雪蒙那边起飞了以后还是有点厉害的 这场比赛是凤凰三号位啊 查理斯打的呀 查理斯是三号位啊 哦呦漂亮 感受到这根串银剑相当准 中路目前补刀方面来看的话 莉娜18-5领先一些 对方火猫16-1 下路水人15-3 呃对线的雪魔14-4 其实从对线来看的话 这场比赛IG打的还是不错的 比蝴蝶效应的莉娜在中路欺负火猫 欺负的还是蛮舒服的 对手这里过来帮着灌一下瓶子 这个瓶子控完了以后 无疑把他的血量补满 然后再帮他控一个四分钟的神符 小小也过来帮控了 IG这样比赛 完了前期的优势没了 这个前期的优势没了 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没了啊 为什么瞬间 这刚才还没有击杀 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优势没了 这个优势没了 并不在于这一次的击杀 这次不杀他也没了 因为这次就算是不杀 以后我们两个酱油 小小帮他看上路神符 然后这个无疑帮他看下路的神符 刚才又帮他灌了一下瓶子 等于这个火猫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可以比丽娜多六口瓶子的补给 这六口瓶子的补给 就足够可以让这个丽娜在中路的节奏崩盘了 而且丽娜本来他的这个瓶子和状态 刚才就已经非常差了 这波丽娜被击杀掉 其实反而可能会因祸得福 至少他现在状态是满的 瓶子是满的 而不用自己在一个残血的状态下去硬梗着 这个地方运气稍微差了一点 这个瓶王就是没弹回来 如果弹回来的话可以再多上一下 但是质量很高啊 拆解开局五分钟辅助福音 你说那个 拆解这个游戏的节奏是吧 那个视频系列 确实挺可惜的 因为那个视频更新了没多久以后 就被 就版本就更新了 然后游戏节奏就变了 游戏节奏就变了 现在开局的经济来看的话 丽娜还有虚空雪魔三个大哥发育的都不错 以后我们这边三个大哥基本上也还可以接受 比对方都是稍穷那么一点点 降火味的话小小小小是一码当先 比对方是多了不少 看一下这里小小给上一个伸崩 这个投掷没有中 有点小尴尬 过往飞走 烧一下 看一下OA的血量比较低 但是这边由于是被锁了CT 所以小小没有办法提供追杀波 好在查理斯的燃烧伤害足够高 直接烧死了这种发条 这波打完了以后 查理斯在上路这个日子就已经可以过得很舒服了 而且从出场来看的话 他这场比赛是一个标准的绿鞋 然后走允星锤这种出法 三号为凤凰出绿鞋允星锤 可以刷的特别的快 特别特别特别的快 三号大叔你的逻辑思维能力真的挺强的 谢谢大佬 谢谢大佬 你看这个下路水人 这一波是提前开好了转属性 两个人没有能够击杀掉这个水人 不过水人自己这个转属要小心一点 白瓢雪亮很有可能会被对方的雪魔开视野 然后风星一根剑直接射死 出完允星锤是不是经浇让小小的部分 正好相反 凤凰出完允星锤以后不光不会让小小 还有可能会抢大哥的经济 当然了查理斯在这个队伍当中的职责的问题 他会不会这么打 现在不确定 SCC战略原地别动了 疯狂转血就行 不用动 等队友过来收割对方的雪魔 你就别溜达了 我说 这个非要溜达让自己掉血 给对方雪魔加速 算了 你是SCC 你长得好看 你说了算 然后咱们接着来说比赛 那么这边 以后我们在这波激态了对方的雪魔以后 水人在下路短时间内 这个压力应该会小一点 你刚才一直被对方雪魔的被动 欺负着自己这个转血 一直转不踏着 上了查理斯 这波被对方的弹幕冲击打断了自己的飞 再炸一下 虚空这口就别上了 这口虚空上了没有用 火猫 这里直接一个魂崩走 感谢专专专业坑人2015大佬的地茶 谢谢老板 现在这场比赛到目前来看的话 IG还是使出了自己浑身解数 基本保证了自己对线期没落后 当然这场比赛对线期能打的比较不错 也是因为ehome这场比赛 这个阵容战线的能力 确实不如IG 三大哥的战线能力都不如对方 大叔下午过到几点 今天的这轮比赛是 今天有三轮比赛 现在已经打完了一轮 现在这个是第二轮比赛的第二场 所以至于今天最后这个比赛会打到几点 我也不确定 我也不确定 漂亮 小小这罐直接依靠自己三级的VT2连 秒掉了对方的虚空 拿到了一波单杀 好在还抢了点野怪 大叔不开坑吧 一直看职业比赛看不懂 开坑开什么坑啊 你说的是什么坑啊 三好大叔狗头怎么多啊 狗头是加入咱们的频道会员 在咱们的这个频道 我的油管频道 上面点加入 就可以了 感觉小毛挺厉害 能成为下一个国内最强中 小毛这个选手 他的游戏特点决定了 他大概率成不了这个位置 因为他打的偏功能性和节奏性一点 他不是那种 就是特别偏 不是那种特别贪经济的玩家 不贪经济 在刀台这款游戏里边 你就很难去成为一个最顶级的选手 或者最顶级的大哥位的选手 哎呦 这个地方小小的投掷慢了一点点 凤凰直接编弹掩护 换掉对方一刻 这个弹应该是可以A掉 漂亮 这边雪魔大招给上去 直接给到火猫身上 火猫这边并没有能够把自己的队友救下来 中了一个雪魔的大招的话 一个魂直接传走 阿尊戏强调这个隐身服务以后 哎呦 这个地方卡 是不是这根剑好准啊 卡是不是这根剑真的好准啊 感谢巴扎黑大王大佬的灵音和李花蛋 谢谢老板的李花蛋 么么哒 那托布森呢 托布森不贪经济吗 你以为 你看托布森擅长的英雄啊 他只有在用冰雷卡的时候不贪经济 他其他的英雄 尤其是他的毒狗 他毒狗贪经济都贪成什么样了 托布森也是很贪经济的一个玩家 他不是不贪 他只是喜欢带节奏 但并不是他不贪经济 不贪和喜欢带节奏是两个概念 这边直接一套技能给上 秒 好 nice 这爆发 漂亮 这一根从树里面出来的这根 束缚机 确实是精髓 欢迎油管新会员 么么哒 欢迎泽西 应该是泽西吧 应该是泽西这位大佬 欢迎泽西大佬 加入油管会员 么哒 大叔这标题很吸引人 张口闭口一个个都是刀丝林 一看一看主播玩刀塔里面的撸啊 撸地图一个比一个懂 啊 这边开着刀塔比赛 那边喊着喊着老男爹加油 是不是 结果炸 结果一看刀塔里边没有了 跟您的比赛 人均 人均双丘 我有丽娜这套技能漂亮 小猫这边能不能能能能能能能打死 没有魂吗 我去没魂啊 这个火猫 这个没魂站到这种位置 有点 有点过分好吧 有点过分 这里摔死 漂亮 这里詹姆斯又是拿到一个人头 选择波浪形态上来想K一点 但是没K到 当然了 其实咱们说是K 实际上它这个波浪形态 更大的意义是在于 防止对方落地以后 一个跳逃生 这波可弱 然后带走乌依 征落这波乌依和火猫 被击杀掉 上路带走对方的一个虚空 但是一塔不要丢啊 这可是掉一塔很难受的 自己这个阵容本身在这个阶段就偏刷 掉一个一塔 对方可以随便进野区 很不划算的 ehome这场比赛 无论如何要守住中路的一塔 尽可能拖长时间 什么时候可以放一塔 水人什么时候能参正面团 什么时候可以放一塔 水人不能参团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放一塔 放了这个钱都没地刷了 凤凰的大为啥要教防止反打嘛 是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凤凰的这个大招的CD只有110秒 并不是特别奢侈的一个大招 再加上前期这个技能本身是可以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持续伤害 配合一二技能能够造成的总伤害量还是非常可观的 只要队友这边能够提供控制 就可以拥有一个非常好的 雷飞T2连打一套 JT这个TP浪费了 这个地方JT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手比脑子快了 这个明显是条件反射的捐了一个TP 在对方的控制技能交完以后 条件反射的开了一个TP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对方凤凰这个时间 加上小小VT2连的爆发太高了 刀他也就一云 真要推了还得当内鬼 他说能不能出现版本节奏讲解 九个月没玩了 说句心里话 这个徐宫这个大招好像稍微有点小尴尬 这个火猫第一时间不走 是什么意思 这利纳的站位稍微有点靠前 他并没有往回撤 火猫碰一个魂回来 水日波浪形态上局 也是被对方直接定座 用这个身上的一个魂类管大用 火猫这个地方中了一个对方血魔的大招 但是后边有魂丝毫不慌 直接传回来 这会打完了以后 X脑是拿到对方的一个人头 卡师傅这里被小小迪身旁定一下 平方球给上 无一直接插大 水日波浪形态 双 E-Home这比赛看着过瘾 我很喜欢这样的比赛节奏 好吧 这里凤凰直接单杀对方飞飞 nice 查理斯单杀掉了对方飞飞的一个虚空假面 看着我手里边的E-Home送给我的过年礼盒 新年礼盒 以及这个键盘帽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去把E-Home键帽换上来 这只E-Home有点东西 真的 现在这个E-Home有点东西 这个节奏我很欣赏 好吧 优势的时候不要去跟对方对刷 优势就要把对面打爆了 要不然你要优势干什么 这边E-Home拿到了 3000加的一个团队领先 15比8的人头数优势 最关键的是这几波团战 打得非常精彩 他说查理斯算顶级3号位吗 查理斯算是 可以算是顶级3号位 现在在国内来说他可以算是顶级3号位 这个疯狂又是烧死了对方JT的血魔 风行在这个位置在准备找机会去控人 小毛一直站在一个他没有办法捆住自己的地方 这个一个TC捆住 然后风杖被对方吹起来 落地直接传走 躲开对方的攻击阵 完美 查理斯被血魔击杀掉了以后呢 这里发条是在追着 X-Noah在锤 虚空这波被火猫击杀掉了以后呢 小吴小吴还有乌依 两个英雄被IG追出来以后完成了击杀 这样呢变成了一个虚空的一换三 不过好在双大哥都还在 可是跟火猫两人没死 死了三个酱油 问题不大 查理斯能客串一号位的三号位 其实查理斯不是能客串一号位 他原本就是打一号位的 一段时间的人员的调整出现了一些问题 看下这里发条一个勾 哦这个位置找的不错 火猫被捆住了 雪魔技能给上剧 小吴这给上一个山崩 这样的话火猫可以秒 好 Nice 火猫被秒了以后 凤凰这里是摇了一个允星锤 但是他的鞭单位置和时机都非常差 这个地方等于被对方直接把蛋捏碎了 Xnova的巫医被雪魔追一下 水人从侧面 从侧面接过来的这个位置 没有什么能够去打的人 有点小尴尬 他应该是想去收一件对手的这个虚空 但是没找到机会 刚才是凤凰的允星锤吗 我看一下 还不是是风行的允星锤 我看错了 风行的允星锤 我以为是凤凰这边飞了一下 摇了个允星锤 然后在允星锤夹完了以后 去撑大宝剑 结果发现没有这个操作 凤凰这样比赛绿帖完了 绿鞋穿了以后 直接做的是一个魂之灵共 然后开始去做天堂 也行 用天堂来针对一下 对方的虚空和莉娜也可以 这样比赛因为一直没有给到 对方这个贴自己身的这些英雄炼精灵 所以有莉娜在的情况下 那个莉娜刚才又是百分之百 身上是满层三大 所以这个凤凰弹捏起来的话 还是很快 这里小小跳过来 VT二连直接打一套 但是这个伤害没有打出来 他的屁没有踢出来 那允星这里一根穿银剑 伤了以后发条 要强求换掉这个小小 nice 把小小换掉以后 红包一个捆 技能权交到对方发条身上的话 这会打完了以后应该是走了 主要的这些团战技能都已经教过了 现在个人经济来看 水蛇全场第一 而且他第一件招名 因为出的是一个林肯 所以对方现在拿这个水蛇 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方案 从输出的角度来说 这场比赛击杀水蛇 最稳妥的方法是 虚空的大招 加上雪魔的雪蛇击刺 给上沉默 因为水蛇出林肯的话 意味着没有分身符 没有BKB 所以短时间内 他没有能够驱散掉 自己身上沉默的这个能力 雪魔的雪蛇击刺 对他的影响还是表达 金人不敢打大哥怎么办 哎呀 这个玩游戏 这个我个人的建议 就是胆子大一点 不要去想着说 我新手 我不敢用这个 不敢用那个 什么都不敢用 那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呢 去玩一个自己 自己更加胆子大一点的游戏 感觉更快乐一些 不要怕被队友喷 不要怕被队友喷 因为你打得好不好 你是不是新人 你都会被队友喷的 千万不要误以为 自己打到高分局 就不会被喷 顶级职业选手 那喷人厉害的 对不对 所以并不是说 你打得好不好 你是不是新手 你玩这个游戏 就不会被喷 你怎么玩都会被喷的 你多少分都会被喷的 那个游戏 你特别怕被严重喷的话 就别打天梯就完了 因为天梯那个地方 天梯之所以要有这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因为 它确实就是给 那些希望提升自己 然后让自己有一个 明面上能证明自己实力的东西 的这些玩家的一个地方 它不是说给纯娱乐的玩家准备的 纯娱乐的玩家能玩的方式 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加速模式 普通匹配这些都可以 就好像我玩这个 CSGO 我玩CSGO 我只玩这个死亡竞赛模式一样 你只玩死亡竞赛模式 反正你这一盘你死了就复活 没有人管你玩的好不好 DOTA2其实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 但是现在可惜的是 DOTA2确实没有 别说普通匹配 加速模式都互相嘲讽的 不要不要的 我觉得这个 环境上确实是差点意思 人机我听说都能吵起来 那个我是真的 让我没有料到的 这边小猫又是被对方的虚空一个大招配合莉娜的大招直接给秒了 小猫的火猫被秒的话 水人现在的经济还是可以的 这里直接变成水人 直接变成风球 给了一个捆 捆住我 但是自己被对方沉没了 瞬间零换三 这个尴尬了 查理斯的凤凰转身 直接给上一个大宝剑 这个地方之所以也没有选择逃生 是因为飞已经用过了 让直接被对方中单的莉娜完成了一波三杀 经济这波打完了以后应该要追上水人了 小猫的这个火猫 这段时间一直在被对方先手这么抓 然后抓完了以后队友还这么赶来去打这种没有意义的团 确实是 确实是感觉有点 有点 刀台2这款游戏 其实就现在整个刀台这个游戏环境来说的话 我更加倾向于 如果你能找到朋友 尤其是最好能多找到几个朋友一起玩的话 是可以的 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话 我还真不推荐你玩刀台这款游戏 因为 说句心理话 连我自己现在都不怎么玩 我自己都不怎么玩 因为单排这个事 你得有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和真的特别想上分的这个欲望 你才能打得下去 否则的话 还是找一些熟人抱团玩会好一些 至少你被对面嘲讽了 你还能有机会打回来 对吧 你能 你能要是这场比赛你打得好 你能去虐他全 你能报仇 你说你被队友喷这个事 确实挺 就没办法了 那现在麦西加多多少十个吃瓜 水日这边就拿出蓄灵刀来了 以后我们这段时间 隐忍了很长时间 终于是把水日的这个蓄灵刀给隐忍出来了 那看看接下来这段时间准备怎么打 前几波团战接的比较瞎 小毛这个位置 他的经济现在还是稳定排在第四位 这个也是小毛的经济比较常年待的一个位置 他只有打贴这样的英雄的时候 不会这样 那其他的中单英雄几乎全都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里小小直接VT二连 加上纷争面纱 一套技能瞬间秒掉 那詹姆斯的小小这样比赛呢 没有去 着急去走一些这个救人的状态 而是疯狂的去报自己的输出 跳刀加上纷争面纱 下一个装备准备出的一个风筝 RCC的是 出林肯好复古啊 其实是因为这场比赛适合出林肯 我怎么觉得刚才小毛这边无影拳躲了个雾 无影拳能躲雾吗 我还真不知道 是因为距离不够还是被无影拳躲了 我没测试过 这个我真没测试过 所以火猫拿到A仗了 拿到A仗了 加上雪人拿到徐灵刀 小小身上现在是跳刀 加上纷争面纱 加上风筝 你别说这哥几个的装备出的时间 还是真的卡的挺不错的 再说明这支队伍 在这个经济的分配上面 也做得非常成功 这里看看巫医 诅咒给上去以后 这边有没有推推啊 这边好 没有推推 那这样到X呢 有推推之前在CD吗 小小这边第二天打一套 随着一个波浪 遍地攻击直接带走了雪魔 雪魔现在跟巫医 一直打成一波一换一 但是虚空手里还有大 所以这个团战不能着急上去接 没躲打小怪破的物 放技能不破物 停A才破物 放技能不破物 看下这波直接抓到一个欧 又是直接 这边这个小小加上火猫 这种瞬间突脸的秒人 伤害确实有点高 IG现在有点被 E-Home突然间成型的一个爆发 打得有点迷 这种时候 IG就非常需要一波主动的进攻了 因为现在蹲人是蹲不了的 对方爆发太高了 而他们的阵容里面 并没有救人的点 你要有个神域之类的 前排放一个硬一点的 神域救一下 还能反打 他们这个阵容没有救人的点 甚至没有一个前排 能站得住的人 对方这个爆发太高 基本上你让对方先手 就是直接减圆 直接减圆了以后 你只有一个虚空大 能照着对方好几个人 然后能够秒掉 对方一个大哥 才有机会时间反打 要不然的话 就是被对方分开了一个一个秒 感谢 嗨嗨嗨嗨嗨呀大佬的冰口落 小不带你背的七个零音 嗨嗨嗨嗨嗨 supporters 这发鸟也是做出来了一个魂之灵梦 御邪加魂之灵梦 来克制一件水仁 但是水仁现在身上的装备马上BKB了吧 应该已经出了 在运 狙凌刀 林侃加上BKB 火猫身上是A仗加上雷锤 刚才有观众说 无影拳破误 纠正一下 无影拳不破误 无影拳的 它虽然是打上机的效果 是跟平A似的 但它的判定并不是平A 它还是一个技能 A仗的火猫飞上来 虚空一个大招 照了住以后 看一下先秒小小 然后开始去输出水仇的话 水仇提前开启了转属性 凤凰这里果断变弹 SCC的水仇变成了虚空 这里还在找机会准备去打第二波 已经没有了大招的虚空 现在战斗力是不够强的 凤凰飞一圈 雪魔破一个雪地其次 买活的小小 一个VT2连 直接带走对方的风行 XNOVA的无依被秒 然后凤凰这波也是选择了买活 赶紧赶回正面战场 SCC身上中了一个对方的 魂之灵弩 小小再一次被击杀掉 我记得这波拉扯打的还是很漂亮的 E-HOME这两波团战感觉打的有点 有点乱 给我的感觉稍微有点乱 完了 刚才说E-HOME有点东西呢 这场比赛 现在变成了IG打的有点东西了 所以这个正常 毕竟都是 都是中国的职业联队 而且IG相对而言 他们在整个的一个转飞期 人员保持的是最稳定的 因为一个人都没换 这些比赛是临时来了一个team 将E-HOME是整个全队重建了 没有 他们现在没有一个人是之前E-HOME的人 火女刚才那个BKB开出来以后 躲掉 哦 这个发条的勾被对方完美躲开了 火猫这里给上一个无影拳 然后呢给上虚灵刀 这里先带走对方发条以后 虚空跳上来 但是虚空没有大 虚空没有大 又是秒掉了无依 无依选择买活 发条也是选择买活 肉山剩余的血量不多了 所以一定要拼 这波不能怂 这个肉山团是一定要拼的 虚空应该是在狗自己的大招 最好是能再拖30秒 两边在这个地方在狗30秒的话 虚空有大了 IG这波团战他就好打一些 看看这个时候 以后我们直接冲进来 小小 小小这个位置 火猫这里给上一个无影拳 小小VT2连直接定住对方的飞飞 这里肉山盾已经被飞飞拿到了 水人冲进来打一套 先带走对方的一个发条 蜂蜂在外面变一个弹 掩护一下自己的队友 火猫要被对方的虚空开打 直接捶死了 没跑掉 选择买活 正面有魂吗 没魂 上路一塔还在 这个时候赶紧提笔回来 正面战场目前是一个无打四 而且IG里边的人员状态 非常非常的残 这个地方死血的虚空 回头拼掉了对方的一个无依 而且还有机会 没机会了 这样了 虚空这条命肯定是交在这了 因为自己的BKP已经用过了 用在TP也没有来得及回去 那么被对方留住以后 SCC的主宰比赛被终结 560多块钱交到对方手里边 火猫这波的买活还是收益 波风 能够看得出 打完这波团战以后 他虽然是买活的 但是经济并没有亏 反而经济是赚的 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IG的肉山盾交掉 然后被对方打了一波四人团灭 SCC没死 我说错了是吗 我把飞飞说成SCC了吗 没事 这波打完了以后 以后我们选择直接上钩 来逼破一下对方大哥外的买活 这里风情给让一个捆 拖一拖时间 开一个塔房 把兵线清掉 但是剩余的时间是够 他们直接把这个 中路一塔拆了的 黏制时间都算上的话 这个拖打保护 一共是15秒钟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是足够 他们把中路一塔给推掉的 这里雪之七色给出来 但是对方的人全都躲开 而且并没有炸到下一波兵线 虚空快要复活了 虚空复活以后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有大招LCD 这样拆掉中路一塔 先选择稳妥的撤退一下 然后水尔这边准备 去把自己的冰眼做出来 冰眼出来以后 这个水尔应该就没什么 太大的压力了 这样比赛 你永远可以相信 三好大叔 SJ打了多少步输出了 这波 水尔这个英雄 在走的是虚拎刀的 这种路线的情况下 他的团战基本上 是类似一个法师的角色 不是那种正面上 就说我非得要去打出来 特别高的平A伤害的 而且对方这个阵容 给他打平A伤害的机会并不多 近战比较多的情况下 是可以去出这个肉博装 或者对方的大哥位的射程不太远的时候 他可以出一些肉博装 当这场比赛 对方这个阵容限制他走位的能力比较强 出这个虚拎刀 他一套一套打一套就跑 打一套就跑 就跑的收益会更高一点 而且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平A 但是大部分时间里面不需要 SCC这个选手在若干年前 我当时觉得他应该是可以成为 中国最顶级的中单 甚至有可能能超越 Maybee成为中国最顶级的中单 这个是我好多年前 说过的一句话了 但是现在 他转成了一号位 风行是跳脑隐星锤 然后再补MKB 丽娜现在已经有了MKB BKB飞鞋疯胀 又拿着一个望远镜 SCC再转中单 应该不可能了吧 应该不可能了 SCC的一号位 现在来看的话 整体比他的中单 比他前一段时间的中单打得要好 这被对方推推秀了呀 八条的这个 勾也是没有能够中 这样的话 徐灵打了一套 以后丽娜开着BKB 直接被应声锤点死 虚空这里给上一个的大招 盯住以后呢 击杀的对方的小小 但是这个水人都打不了了 水人开始转属性 血量太多了 这里凤凰飞得超级远 然后呢 再往前面找一下对方的英雄 不过这波留不住人 丽娜选择了买活 看下丽娜买活回来以后 你没有盾 你这个买活的效果 这个买活的效果 可能会比较一般啊 看看能不能把对方先逼退吧 如果以后我们这波要继续打的话 其实IG很难受 丽娜没有BKB 虚空没有大招 这个时候开团 他们现在很难打 这里凤凰飞上来 给对方减上一个速度 然后再开一波视野 对方这时候也不敢硬流这个凤凰 能够让对方自己撤退 对于IG来说 现在是最好的结果 逼着对方去开团 就有可能要被打团灭了 那苏大叔知道 恶魔为什么休息吗 不知道 好像是说发烧了吧 是生病了还是受伤了 不记得了 反正 反正是休息一段时间 下路这个位置 哎 小小的这个风杖 这留住风情以后呢 给上一个山崩 但是丽娜这些很聪明 直接给上技能 小小开启了一个绿杖 一个龙破斩跟上来 但是虚灵二连 直接秒掉风行 冰箱开始去流 这个虚空 虚空BKBTP 直接溜走 另外一个丽娜也是BKBTP 开溜 这波 这是风行完成了一波一换二 但是两个大哥的BKB 都减少了一秒钟 而且击杀掉的 仅仅是对方的 小小和乌依两个酱油位 自己焦掉的一个风行 人都是30比29 打了38分钟 这场比赛比上一场比赛明显 还是局势要揪住的多了 再说老干爹比赛几点 老干爹的比赛 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 具体几点的话 要看这一轮比赛几点打完 好 在那两边都缺少一锤定音的 这种英雄和装备 还是要等 火猫这边拿到了一个永恒遗物 这是一个好东西 可是身上幻想披风也是很好的东西 对他来说 因为可以加不少的属性 小小身上是一个 忍者用具 那可以方便他去抓人 无疑一个攻击水 哎 发条这个沟空了 可是这里给上一个遍地攻击 先不着急 先不着急再找位置 因为对方的虚空还没有露头 所以他们先不着急 哎 凤凰这里是对对方的虚空 直接单人抓住 一个风杖把他吹起来 凤凰落地以后 直接原地变弹 小小给上一个VT二连 再加上队友的一个脚 再加上一个脚械 那虚空没有来得及去 哎 凤凰弹 但是自己的丽娜 在包团上面成功地打到凤凰弹 但是被水尸直接蓄灵二连带走 水尸这时候开始追人 这个地方看一下 小小过来一个山崩留住两个 一个蓄灵刀打上去 就不让这个虚空走 雪魔的大招又是给到了小毛的火猫身上 这个火猫往回车一点点 小小进去再一个投掷 加上水尸的输出 完成三杀 NCC的水尸大疯了 NCC的水尸杀疯了 NCC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被号称是水尸人助力 因为他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只有水尸这个英雄 这队友回来去保护一段兵线 水尸直接顶着这个 拖打保护去拆打 雪魔这里想把这个兵线给勾走 但是不敢露头啊 现在对方的小小和这个火猫都在附近 得扔一个雪之祭 但是有两个车 这个就有点尴尬了 有两两个车 中路高地高破 直接再往上路赶 水尸这根的属性超级高 顶塔的话基本不掉血 这些属虹选择了买活 但是买活没大呀 水尸不怕你这套 这躲一下对方的捆 雪魔的大招又给到了小猫身上 这小猫直接一个魂飞走 水尸 这个薰灵二连打这一套 差一点点把风行给秒掉 火猫跟上来给上一个TC 捆住以后 SCC上了一个平A 直接把对方带走 SCC在上路拆掉对方高地塔 以后看看这个虚空 好像没有找到很好输出的一个位置 雪尸下来以后又是击杀掉对方的发条 超神 一波双杀 小小原地一张TP 回去了没死 这里时又是一个蓄灵刀 打上来以后 那么小小是回到家里面 便宜攻击 带走雪魔 一波三杀 雪魔选择了买活 手里面现在有大 但是SCC这个地方 就有一个队友套上了莲花 看看接着拆对方的尖珠 虚空大招的CP 应该是差的不太多了 这里雪尸滑过来的时候的BKB开起来 飞飞这波这个BKB开的很极限的 如果没有这个BKB的话 有可能要被水尸直接蓄灵二连 打掉很多的 且甚至秒杀 而非常囚本 让双方的团队经济来到了15K的差距 36比30的一个人头数 就让一号秘层再回来打一下 R3盾 ID里边其实技能都是全的 但是少一个发条 没有发条的照片火箭的话 没有视野优势 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送给对手 这是带盾 身上BKB 虚灵刀加上林肯 撒旦 还有冰眼 这些人在前面拆了 身上有一个撒旦 待会没血了 就开撒旦 我们先吸回来就行 上路高地高破 加上中路高地 两路高地没了 团队经济差拉开到了1800 一段8 而现在身上有7400块钱的存款 这里又是一眼没看见 直接就是一个虚灵二连秒掉卡师傅 虚空这里赶紧往回跳 刚才队友给你发威光披风 这一个网网着 没有BKB吗 有BKB开启 来 这边虚空直接过来把对方捶爆 这里一个大招照住以后 小毛 SAC这波是秒掉对方两个人以后 这个ROIG打出了GG 那张恭喜Home 拿下了本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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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3比0的一个 2比0的一个比分 那这样的话 接下来下一轮的比赛呢 将会是老跟爹出战 我们稍微休息 为了带来下一轮的比赛 咱们下一轮比赛见 感谢各位 摸摸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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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